因為以前在專櫃的時候 就是被所有的名牌包圍 所以價值觀就嚴重扭曲 名牌包圍 就是常常花錢買名牌 對 就是一萬多塊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會有員工折扣之類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 一萬塊打到三千塊 好便宜喔 一定要買 但路邊攤三百九就有了 對 然後就卡債就越來越多 然後就想說 一定要去找打工了 要找打工 晚上的打工 然後就大概花了一兩個月做心理建設 然後想說你知道就是酒店 就是大家一般印象中的 會要脫 要喝 要摸 所以妳已經準備好要去脫了 對 對 對 真的喔 我真的已經準備好 因為我的那個最低櫻角金額 已經超過我的薪水了 這麼高喔 對啊 我就一直在等那個媽媽常問我說 如果要出場妳可不可以這樣 她就跟我講那個什麼工作時間還是什麼 其實我緊張到都忘記了 妳自己有想好答案嗎 萬一她問妳這一些問題 當然有啊 就想說 如果真的要我幹嘛的話 請問第一個客人我可以挑帥哥嗎 她已經做到心理建設了耶 沒有啦 那時候就想說 如果最壞打算就是這樣 她應該趕快顧社會現實的責任 對 我要怎麼去面對那個最壞的打算 然後結果進去之後就是 上班時間福利什麼全部都聽完了 然後媽媽想說說 那禮拜一我們八點見囉 我想說 嗯 就結束了嗎 嗯 那最重要的問題沒有問呢 對 我就想說 而且還沒拖 我已經走到門口了 嗯 就是媽媽想說 好 那我們禮拜一見囉 這樣子 然後我已經走到門口想說不對 我要轉回來 再問一下媽媽想說 請問一下 啊如果出場我要怎麼辦 嗯 然後她就說 喔 妳要做出場的喔 我們沒有耶 妳嚇到媽媽想了 沒有這麼缺錢喔 欸 還是我們幫妳做介紹這樣 然後她說 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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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以為都要這樣子 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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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 對 以為酒店都有一樣 對 就是 沒有分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 台式 台式還有分什麼 禮服便服 對 對 制服 嗯 然後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日式酒店 對 對 所以我第一次運真的時候 就是日式酒店 哦 對 然後我還跟媽媽想說 如果小姐不用跟客人出场 我们要做什么 对 她就说我们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还被妈妈想教育说 不可以太快跟客人 有太过亲密的动作 对 因为你是属于公司才 你如果跟这个客人太过亲密 或者是你跟这个客人就是交往了 然后大家都知道 就没有其他客人会来碰你的场合 对 对 所以禁止交往 基本上早期的日式酒店是你跟客人连手牵手都不可以 因为那个其实就是网路上也有这样的一个 阿大老师在你的讯会也只能问得清楚 阿大老师 最近有一个网路上的报导 就是报导日本现在就是相关的行业 他们都有一个规则就是说 不能跟客人谈恋爱 也不能让客人得到太多东西 因为他就不会再来了 就是你是公共财 就是你要用一个勾引的方式 就是这个资产这个价值才会一直持续的出现 当然 就是你维系的恋人未满的暧昧关系 对对对 因为男人的本性 越得不到越想得到 就是你要让每个男人都像垮腹一样 每天一早起来就赶快去追日 然后呢追到一整天晚太阳下山也没有追到 隔天还是心冲冲再去追 这样不会放男人先去耐心吗 不会啊 一直追这追都没有办法 就是你要给他阳光嘛 用阳光来勾引他嘛 而不是说我要把我身体献给你 对对对对